《天理報告》 大家好 歡迎收看早早的天理報告 我是楊瀚妍 昨天仍然是酷熱的天氣 不過來到今日中秋節 基本上天氣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轉變 先看衛星雲圖 留意珠江口附近 現時仍然比較少雲 不過看回北面或東面 其實雲已經開始越來越多 原因是有一股東北季節風 已經在今日清晨的時間 已經到達廣東沿岸的地區 我們預計今日和明天 基本上在廣東沿岸和香港 都是受到東北季節風的影響 東風會比較大 而且亦是一些多雲和有雨的天氣 事實上我看回天氣雷達 亦都看到在東面 已經有雨區發展了 並且向西慢慢飄過來 至於氣溫方面 我們看回二時的分佈圖 暫時的溫度 都是徘徊在26至29度之間 不過我們預計 今天由於風勢比較大 就算日頭的氣溫 在市區都是徘徊在29度左右 最高 而加上如果有雨的情況下 氣溫有機會跌回兩、三度 總結來說要提醒大家 今天將會大致多雲和 間中有雨 氣溫在日頭最高都是徘徊在29度左右 風方面就比較大了 預計會是吹著一些和湖 至清淨的偏東風 離岸會是間中吹強風 至於明天的情況 我們展望都會是一個間中有雨的天氣 相信最快都要去到本州後期的時間 天色才會變得較為明朗 天氣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 再見